编译,王德华,俄卫星电视台于12月9日报道,法国记者兼作家吉尔伯特·梅斯尔,称,巴黎是图残酷镇压更为精进的抗议者,这可能会给马克龙政府带来事与认为的后果。 尽管如此,他怀疑马克龙是否会辞职,黄卫星运动在法国继续获得势头,据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说,截止12月8日,全国已有精一,385名抗议者被捕,仅在周六的抗议活动中,全国就有135人受伤,其中包括17名警察, 吉尔伯特·梅西尔是法国新闻《影郡自由报》的主编,也是奥维尔帝国《The All-Willian Empire》的作者,他就法国的最新八家发表评论。 记者问,有没有迹象表明,动到将在不久的将来消散,你对最新的发展有什么看法? 吉尔伯特·梅西尔,没有迹象表明黄色背心运动会平静下来? 事实上,随着高中生大规模加入抗议活动,这一群体正在扩大,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国家,黄卫新计划在法国各地举行其他抗议活动,尤其是在巴黎,马克龙政府部署了八千名警察,而不是上周末的五千名。 当时许多冲突,发生在凯旋门和李沃里街附近。 12月8日,星期六,全国共出动了八万九千名警察和宪兵,从宪兵队调来的是二辆装甲车辆将部署的首都,这可以看作是加强镇压的一种趋势。 显然,马克龙政府的策略不是向黄卫新妥协,而是镇压这场运动的激进分子。 警察的这种是裸裸的铁腕镇压策略,广泛使用催泪瓦斯,闪光弹枪,甚至装甲车,很容易对马克龙政府带来事与越外的后果,并强化黄卫新的决心。 记者,你对这一运动有何评价?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法国面临过类似的情况吗? 基尔伯特·梅希尔,一些分析人士将黄卫新运动,于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事件相比较,那次事件导致当时的总统戴盖勒将军辞职,但这个类比,在历史,人口统计和社会学上都是不准确的。 1968年的事件是由希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学生领导的,他们大多是相当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子女。 这是一场为和平与爱,而进行的是大运动,与黄卫新运动不同,今天的这场活运动的主体,是工人阶级和贫穷的退休人员,为生气而斗争。 现在用革命这个词还未识过早,但我们肯定处于这一进程的某些初步阶段。 这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动态非常相似。 尽管大多数黄卫新组织者,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叙述来产临他们的运动,但它实际上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运动。 记者,你对把国总统马克龙处理这个问题,有什么看法?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,会导致他辞职吗? 你认为情况会如何发展? 吉尔伯特,12月8日新企肉,抗议活动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压,把巴黎变成了普通居民的鬼城。 商店被封锁并关闭,大多数博物馆被关闭。 尽管这场运动已经造成损失150亿欧元,并仍在继续对法国经济造成了伤害。 但黄卫新的抗议活动,无论是和平的罢工,还是像12月1日那样的暴力活动,都不会停止。 事实上,下周初,50%的法国卡车司机将开始无限期罢工,更多的农民也将加入。 到目前为止,总共有1500多人被逮捕和拘留,但这并没有解决马克龙政府的众多问题。 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,马克龙最终将不得不解散国民议会,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。 这将产生一个新政府?当然,新政府将有一位新总理。 虽然许多黄卫新成员要求马克龙辞职,这是不太可能的。 但两个政党已经表示,解散议会是解决当前危机的一步。 记者,有可能一些国家或非国家行为提参与煽动抗议活动吗? 基尔·伯特梅西尔,一些外国观察家,怀疑黄卫新运动是假象,也许是被一些外国利益集团操纵或资助的。 简而言之,如果这是一场颜色革命,就像乌克兰的假橙色革命, Vic Orange Revolution一样,那么这场革命,显然是为北约的地缘政治利益,而从海外获得资金和策划的。 我可以明确地说,黄卫新运动是真实的,而不是一场颜色革命,它甚至完全独立于法国政党。 一个纯粹自发的草根大众运动,试图发明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。 现在谈论黄卫新革命还为时过早,但是它的影响,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已经改变了法国社会和它的政治版图。 事实上,它已经蔓延到法国以外的国家,如比利时、荷兰、德国、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。 它不是极右一心法西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运动,而是一场受欢迎的包容性运动。 没有种族主义的排斥观念,也没有对黑皮肤或其他宗教移民入侵的恐惧。 如何看这电视,如果把国皇背心运动得到了海外的支持,显然只有美国。 马克龙高调宣布,要建立一支欧洲军队,得罪了特朗普。 此前有媒体报道,白宫前首席战略是斯蒂芬·班农,在欧洲鼓吹自己的政治理念,掀起一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。 帮助欧洲极右意识力赢的选举,英国《韦报》已经确定,班农在欧洲的目标国家有13个,当然包括法国。 随着示威者连续第四周席权法国,美国总统特朗普高潮浪,一副幸灾祸的小人像,他举责巴黎去好协议引发抗议,并对黄色杯新高呼他的名字感到兴奋。 特朗普周月在特推上写道,巴黎协议对巴黎来说并不顺利,法国各地都发生了抗议和骚乱,为了保护环境,人们不愿意支付大量的钱,很多钱给第三世界国家,这些国家无意在运作,人们高喊我们要特朗普,我爱法国。 特朗普如此奔向盟友法国和曾经的好伙伴马克龙,是看热闹不怕是大,他用暗烧的法国和黄色的贩路当作证据,证明其美国第一是多么的正确。 美国总是主动挑起别国民粹主义,赶乱他国,从中获利。 但其内部同样隐藏着巨大的民粹主义力量,特朗普一边对富人实现减税政策。 一方面穷冰毒5,军费增加到7000多亿美元,比后面的9个国家总和还多。 同时,美国的债务达到创纪录到23万亿美元,是美国一年半的GDP,接着早晚会破。 当然,苍蝇不定无缝的蛋,冰冻三十非一日之蛤,无论保国还是美国,爆发革命只是早晚。 资本主义的瘟疫必将在美丽间大地上扩散且致命。 法国的今天,就是美国的明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